北京时间2月10日 在今天北京奥运会的比赛 迎来了一个48小时的巨大的反转 此前17岁的中国天才少年苏一鸣在比赛当中 为中国队拿到了一块银牌 而给他打分的裁判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因为有一名加拿大的裁判 明显给苏一鸣打了低分 在今天事件出现了新的反转 裁判长明确地表示 确实是在打分方面出现了问题 但是结果无法更改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一点 在当时那场比赛当中 苏一鸣的前两跳整体上都是相当不错的 第一跳是拿到了78.38分的高分 第二跳更是完成了一个超高难度 拿到了88.70分 按照道理来讲 这样挑战极限的一跳应该是去多得一些分数的 但是一名加拿大的裁判 在盗区的时候给苏一鸣打低 就是比较低的分数 而完成度似乎并没有他高的加拿大选手 Max的分数却更高一些 当时媒体对此众说纷纭 而不少咱们中国的媒体都提出了质疑 甚至在现场的很多其他国家的记者 包括澳大利亚的解说员也都提出了质疑 认为这明显是在偏帮加拿大队夺冠 最终加拿大队拿到了金牌合同牌 中国拿到了银牌 今天最新接受采访之时 负责该项目打分的裁判长 对外国媒体公开表示 确实当时在给加拿大获得冠军的选手Max 打分的时候打低分高了一些 因为他们当时并没有及时地看到加拿大的这位选手 出现抓板失误的状况 按照道理来讲呢 他应该扣掉3分 如果他扣掉3分的话 那么他就拿不到90.96分的高分 他的得分应该是87.96分 这样一来的话 苏一鸣应该是88.70分拿到金牌 而加拿大队应该是拿到银牌合同牌 这也就是说 裁判员已经等于正式地承认了 在这次比赛当中出现了重大的错判 而比赛已经设计成事实 恐怕无法通过上诉等方式挽回了 我们期待着在后面的比赛中 再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因为多少运动员努力了几年的时间 就是为了能够在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当中 展现自己的能力来绽放自己 但这样的错判 毫无疑问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 甚至让他们终生爆汗